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生化危机3重制版全剧型娱乐流程解说 我是310 那么这一次行到的嘉宾是库拉317同学 欢迎 大家好 我是库拉317 好久不见了 好久不见 上一次解说还是传手甲板吗 上一次解说已经忘记了 生化5吧 好 那么先看片头吧 不过话说我觉得这次的片头还是挺不错的 时隔多年 时隔多年又用回了这个真人演出的这个片头 是啊 在生化1的时候是用过这个片头 但是后面就再也好像没用过这个真人演出的这个片头 那是最早最早的一代吧 对 最早最早的一代 当时好像是请了一堆这个也不是专业演员 请了一堆什么模特大学生之类的 反正是外国老就可以 成本有限 而且是在一个好像据说是一个在一个煽动 反正在一个很偏的一个地方 郊外拍的 感觉像B级片一样 低成本的B级片 刚才那个针管那个镜头啊 我觉得还是在致敬那个那个电影吧 虽然这个电影很渣是吧 嘿嘿 电影好像我这个第一部还有一个甜甜什么的 后面反正越来越扯就不怎么看 基本上第二是比较好看的 ok现在正式开始 这次还有还有一小段 还有一小段 我想他标题出来了对吧 生化三这个也发售了一个月了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都通关 这次打的是一个这个一周目的专家难度全收集的一个流程 但是希望还是能够追求一下s 但是不一定保证 因为自己打了一下 发现好像一个小时45分钟有点紧张 两个小时是ok 但是一个小时45分钟不一定干得进 尤其我觉得在专家的路下 一周目你要保证全收集 还要保证速度的话 这个确实有点难度 对有些地方是这个一定要绕路去 但实际上如果你打这个评价的话 是可以不去的 为了收集一些文件或者说开一些锁 对的 因为怎么说呢 我自己一周末的时候 至少文件落下了十几个 别说查理对吧 查理玩偶 就不说了 上来这一段是做梦 所以说我们就随便看 做梦这套衣服有点可惜 没有作为这个正式服装 可以用 不过说到服装 我好像感觉你刚才进游戏的时候 没有先看一下服装 对 我第一集就先默认的服装 如果后面呢 我们再换经典服装 都看看了 新做的这件衣服也还可以 比较真实 我感觉三代那个复刻的衣服 他没有做好 就是那个裙裤是不是 很多人吐槽的这个裙裤 最让我接受不了的是 卡洛斯那个发型 实在是 泡面头 对 不经允人家是不经允 怎么是卡洛斯呢 实在是太恶心了 我自己玩了三次吧 大概没有一次把卡洛斯的换回经典 随着一声枪响 就回到了现实生活 这个this is my last escape 对吧 对对对 那个是原版开头 这里还强调一下时间 9月28号 这个是比里昂和克莱尔到 这个幻庸是要早一天 他是早一天开始 晚一天结束 所以说这次 对吧 后面肯定会出现 跟二代的联动 还是非常非常多的 对对 这里跟尤其是 生物2的重制版的 一些剧情补完 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不要看他流程虽然短 对 然后那个 自己家里啊 这文件也是一大堆啊 要仔细搜索 好像有两三个文件吧 对吧 对四个 一共四个文件 基本上是讲了一下 这个前景题啊 就是他们 他这个去洋馆事件 发生以后被停止 因为他一直想查出这个真相 然后因为这个 那个警察局局长有骗交易 所以把它停止了 是 仔细看那个版的话 会发现有好多这个线索照片 包括有小队的合影 包括还有这个二代安妮 安奈特的那个照片 都是基尔的调查线索 现在是晚上八点 好 这边马上对吧 一个电话 这次的片头 就是说第一段吧 做得是非常非常紧凑 嗯 马上天空一声巨响 哈喽 Jill are you ok Brad is that you Listen you gotta get out of there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I don't have time to explain you gotta get out of there right now alright let me grab my 啊 好的 这个头套男对吧 大家都没有想到这么快就登场了 是啊 节奏真的是非常紧凑 以前老板的话遇到追追 已经是到警察局了 对前面还是让你过渡一下 对吧 嗯 前面还是随便逛逛 这段电影一般的演出啊 这个操作基本没有难度 反正都是顺着路跑 但是我觉得追追就摔他两下 好像摔得很重的样子 what the hell is that thing 结果他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 对没有什么 对没有什么 毕竟大家都是神话兵器 呵呵呵 沉让沉让 这个到后面就有更 有更加夸张的演出 反正这个吉尔 真的是帮应 是 这个看了二大的菜鸟再看看 对吧 对一代的 资深警察 精英警察 啊 SARS是这个警察局当中的精英队员 组成的这个一个 应该是算特种兵之类的 但是应该还不到特种兵 这个基尔 这个基尔 基尔的设定在原作当中的设定呢 是这个处理炸弹和陷阱这方面的专家 所以说三代里面给他加入了这个像什么荷山弹药粉啊 还有他会用这个这个小铁丝去开锁啊这些都是他独有技能 克里斯这种李洋这种大老粗就不会 我以前看到一个一个文件吧 也是从哪说的 他说基尔的父亲是一个小偷 所以说他是会会这种 这个我都这个我都没看到 有在求证有在求证 是吧 要不就是漫画里的 以为前面看到梯子了是吧 看到了希望又被扔回到火堆里 其实我觉得这个追追上来这个活套啊 这个晚一点的 过于拘束了一点 对对对对 没有解放本性是吧 对马上解放本性 这个有的像暴君的那个衣服 是战斗力拘束装 这个追追的这个垃圾带 封条这个不知道是什么装 对这个人家暴君是有说法的 好的这边暂时告一段落 是吧 嗯那么这一段呢 基本上就相当于是新版的这个片头了 这里不妨看一下老版的片头是怎么样的 哦呦 这个310同学很很专心啊 对比一下才有差距对不对 就是蹦没了 哈哈哈哈就感觉好像是接在这个后面 所以说新版加入那一大串这个好莱坞电影级别的这个演出 可以说是非常过瘾 对如果当初demo的时候给的是这一段估计这个买单人会更过 对那你想这个片头他都能阔写成这样 对不对后面不知道是啥样 结果没想到后面这么短 哈哈哈非常可以 这个这个布莱特也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人物 我刚刚看我感觉这座里面他发福了你觉得吗 嗯是的发福了撞了很多 布莱特原作当中设定是个胆小鬼 但是想来想去这个胆小鬼你也不可能入选这个STARS 有点不太有点的设定上来说不太合理 所以说这次呢给布莱特洗白了一点 这边的海报很有意思都是各种电影彩蛋 对右边第一张是那个壮志凌云汤哥的壮志凌云 下面写的字还是1942卡表的游戏 这个彩蛋非常非常多 哎这回去还有干嘛呢 可以调查一下这个追追下来的这个盒子 这个片头不是推上去推上直升机一个大箱子 就是这个大箱哎这种就是这种细节我玩了三遍没有去调查过一次 大家都着急走是吧对都想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 这里的话因为我想这个打得快一点 所以说就是会有一些这个剪辑在里面 就是比如说有些绕路看的东西啊 我再剪进去不然的话这个不演示也不太好 但是也都通通这个看那个看马的时间来不及 这边这个广告牌你看了吗 他拿着这个一瞬间对我特地给了点点镜头 好这个我感觉这个这个是这个视频是不是后期你要进行一些处理是吧 这个我不知道这个我先上传再说上传通不过再说 反正我初体验的那个直播录像是没有错做处理通过的 反正这一次你就让你说彻底把他洗白了 把他作为一个对吧 英勇就义啊英勇就义的布莱斯 看看以前的布莱斯 看看以前的布莱斯 嗯以前的布莱斯还是挺挫的 第一次遇到这个布莱斯也是在这个酒吧里面 反正酒吧里面都差不多 嗯可能起来了 这个布莱斯见到吉尔的时候就已经受伤了 然后就打完以后跟他说话 然后他再跑到了底下局门口 特地去里面打 就结束了这个布莱斯在三代的所有这个演出 嗯再往后就是二代了 所以说这次特地增加了他的戏本是吧 嗯 生二这个老板的生二你会在这个地下水道 下水道不是下水道 警察局门口那个地下通道里面遇到这个 可他干死以后可以对很硬很硬 然后干死他以后有个换衣服的钥匙算是一个隐藏要素 哎呦就领便当了 我们来看看对布莱斯再领一次便当吧 看看以前是怎么吃下这碗便当的 布莱斯在一代里面是这个看到阳管发生这个什么丧尸犬危机之类的 就直接开始追尽跑 还好最后是那个回来救了主角一行人 扔了个火箭筒 其实原版三代他没有交代布莱斯死的时候究竟是为什么会死是吧 他还不知道这个这个最终者是来追杀斯大尔斯的吗 他他前面酒吧里面也说了就是会有一个怪物 但是他没有细讲这个给你留点悬念 但是这个新版的这个布莱斯就直接说说出来了说那种对 以前这个山山还有这种像分支选择的这种情节 但是现在就没有了统统都是一条路走到底是吧 这边拿到第一把手枪 但是警察为什么用的是及时久呢 对吧 已经不是吉尔心爱的那把M92F 对 这也不用跟他打 赶紧跑 基本上都是都是跑的 不想跟他纠缠 上台好像子弹很少 只有五发也不知道 对五发也不一定能打得死 赶紧走 这也是本来让你练练枪的 这边高难度这个噩梦和地狱 对了以后有个丧失党的这个专家就没有 比较仁慈 我是三周目开了一个就是专家后面的难度 就有有有个人还挡在面前很恶心 只能靠善逼过去 这个就是也是非常喜感的大叔是吧 嗯仓库大叔 Dario Rosso 你看到这个游戏当中那些这个对话 他就没有做这个对口型 但是如果一段一些这个剧情演出里面 口型啊 口型啊 还有这个这个人物表情什么都还是做过 这里继续跟他说话 是为了对吧 为了那个拿一个成就 对拿一个成就 这个就是我剪辑进去 如果如果这个要打点评价的话就直接跑就行 如果这个打不到S的话就直接是个B就很惨 这个这次的评价系统不是S就是B 你是很难拿到A的 因为A要求这个时间满足 但是存档次数不满足 这个其实还挺难 存档次数不都能满足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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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算 这个就不算 这里最后开三枪还有特殊的这个隐藏对话 对话三次开枪三次 你太残忍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完成的挑战 对忘了忘记了他 对忘记了他 就是完成对他跟他所有的这个对话 我是跟他说完以后不忍去强了 看看老板的这个仓库大叔感觉肚子比现在大一点 这个女儿是不是门口出门的那个 没有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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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可能也可能不是 台词都一样 哈哈哈哈 与其被吃掉 我们应该在这里饿死 最后呢 但是没有姐夫是认识的 真香啊 最后真香了 最后真香 好关门 关门去调查也是有对话 但是就一次 后面再调查就没有了 新版可以调查三次 然后在游戏中期呢 你回来会看到他 对 还是真香 真香 还是忍不住开了这个柜门 最后被丧失 分食了 实际上他开了柜门里边 是有一份文件 对吧 对有一个遗书 然后还有两份单药粉 两份单药粉B还挺好的 这个遗书是不错的是吧 对对 这里提及了一些他的背景 但是这个中文翻译有点问题 他最后一句翻错了 他原来意思是说这个 即将成为伟大小说家的Dario Russell 就在这里交代了 好 这边拿了伏击的子弹 嗯 7发不多 这里就是纯粹对吧 背景 但是他也免不了一下 好 我们现在要去这个这个屋顶是吧 有直升机在接我们 嗯 一听到直升机三个字 大家心里基本上有数了 是吧 这个就是恶趣味啊 这个丧失你也可以这个直接紧急闪避 你也可以稳一点 稳一点 往后退就可以绕一下 只要你摸到这个电梯键就安全了 这次可以通过这个闪避 加一个冲刺 相当于是这个 快速移动 但是后面又用按键取消这个移动后的印制 这个对某些地方肯定是挺有问题 对某些地方开门啊 像这种触发剧情啊 爬梯子啊 这个这个这句话好像是中楼的时候也是这么说的吧 呵呵呵 中楼说It's over 什么什么 然后一发 生化危机的这个游戏的定律 主角没上去 这直升机基本是要炸的 但是还有第二条定律 就是李三猫 李洋上去的时候第一条定律不适用 好 所以这里就是 要跟追追刚一扛 这个其实一直到这儿都算是这个序章的演出部分 对 基本上你也去不了别的地方 都是一条路设定好的 然后有一些QTE 但是这里不按的话 有特殊死亡 各种花式死亡 对这个我倒是没演 从屋顶摔下去 对吧 没事 大家都是生化武器了 不要见怪 安全带没有计 在这个这个高度 应该是六楼还是五楼 懂直接下去 不可能 不可能对吧 连擦张都没有 还能跑两路是吧 对 好 这个头套拿掉了对吧 烧掉了 垃圾袋拿掉了 垃圾袋 还是挺霸气 就是牙齿做的长 第一发被接住 卡洛斯还有一发 闷声不响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发绝招之前不要大喊绝招的名字 会被躲掉的 这个四管的火箭筒的话 还是致敬老三代 嗯 身一好像和身三是同一个火箭筒 箭模 身二的火箭筒箭模不太一样 有点像飞弹单单发的 好这边就是正式开始对吧 嗯 然后正式开始就给你留一个坑 嗯 就是那个娃娃 对太可惜了 这个这个看上去这个卡洛斯不像是18岁的小伙 是吧 呵呵呵 这个卡洛斯也好 还有这个 他们这个小队的人 都做的比以前要老一点 嗯 好这个第一个查理先生真的是 太骚了 而且你过了这段剧情就再也没机会 对回不来这个地方 好这边就跟着他就行了 嗯 那卡洛斯也见过这个 搞了半天 大家都见过 嗯 我卡洛斯这个骚气还是没有改变 时不时的都要借机挑逗一下 撩一撩 这个 蛮激动的这样 听到Umbrella的名字 你居然是Umbrella的人 这里有两句这个隐藏的台词 你要走太快就说不出来了 就是这两句 哦对 你要走得慢一点 到前面他就去开门去了 对他就直接说这句 你要一直跟紧他的话 他就直接说这句 好这里就是demo的对吧 嗯 马上就到了这个大家熟悉的 玩过很多遍的demo 生二的demo呢 设置了这个好像20分钟的游玩上线 每个账号20分钟就不能再玩 深三没有这个上线 而且还设置了非常恶心的20个玩偶 所以想必 除了我以外的人都玩了很多遍吧 嗯 没有我也 除了我 以后我也大概就玩了两遍 除了我们 这边 这边米卡尔的年纪也感觉比原来大一些 胡子都白了 这边 其实这次 Jill做的还是不错的 有些的就说好像丑丑丑 我觉得 这次吉尔做的还是不错的 关键 量大 是吧 从克莱尔 从克莱尔到Ada 然后到Jill 他们有个对比头 对克莱尔做的实在不一 Ada和吉尔还是不错的 这次好像芥末也没有特别丑的 除了这个追追 有点跟以前长得不太一样 牙齿长了一点以外 还有卡罗斯的发型 卡罗斯的发型是吧 卡罗斯的发型是吧 卡罗斯的这个方便面头 装上以后胡子也会长得多一点 你把它理一下发改成分头以后 胡子也没有 一下子年轻了一些 看不下去 对那个就是胡子剃了也找不回原来那个感觉 原来那个小鲜肉 而且原来卡罗斯遇到只要的话 也是挺后面的 在餐馆 这次流程大幅压缩 就是这个市区一方面是大幅压缩 然后是这个钟楼和公园直接砍掉了 但是医院延长 然后处理工厂应该也算是延长一些 关键是在那个 Wrecking City里边的东西太少 市政厅那边对吧 对 停车场加油站 嗯 这里可以看到很多广告是吧 嗯 爱因斯坦和肖安康纳利主演的洛克人 这个以前到那个市政厅通过还要去这个报馆 还要去餐厅 你要去拿两个宝石 对 然后到这个地铁那还要去修这个拿电线呢 在打加油站 对吧 三样东西嘛 对吧 通通没有四样 电线 油这个这个汽油调和剂 对吧 还有个汽油 还有边压边压线 保险4 你去到这个车站 拆开 我们快点 专家难度下好像道具是没有改变 对吧 基本对没有改变 但是这个噩梦的地域算是高难度 专家难度理论上来讲不能算是高难度 只是这个普通难度的一点点加强 子弹获得会变少一点 敌人会变强一点 你那个地铁旁边那个文件看了吗 看了 看了 没注意刚才 好 这边第一个丧尸 第一个丧尸 当然还是不打 当然还是不打 他这个还是一连扑 他们说两连扑的时候确实挺有 有二连扑 这个专家难度有二连扑 但是你如果第一下触发完美闪避 这个就没有第二下 丧尸会愣住 作为对你这个完美闪避一点点奖励 这边经典名经典台词是吧 出水警告 这次这个角色之间脏话还挺多 这个比较符合现实 实在在紧服是吧 是的 毕竟都已经这么暴力血腥了 有点脏话有什么关系 这边全部无视 全部无视 这个油桶呢 你是可以引一下 然后把他们一起一锅端 但是这个油桶我准备留一留 留给这个追追 追追追 还是挺麻烦的 高难度下他的移动速度还是非常快 稍微讲一点策略 一开始这个流点欠你给他 这边是第二个这个玩偶 旁边这个小的房间就先不去了 关键他是像那个以前试完视频里边 他会躲榴弹 对 还会躲火箭筒 是Boss战的 对 火箭筒也会躲 所以火箭筒高难度跟他打的话 要轰地上或者轰墙壁 这个 这个装死的 兔头阿伯 兔头阿伯现在干着 一会儿我进去搜刮出来 他要堵门很麻烦 而且有时候你不出门不知道他在哪 一出门给你来 这个流程 我感觉这个丧尸铺咬很夸张 我先看这边 Aquacure的广告跟以前是一样的 但是以前是这个Aquacure用来输进去开门 它是个随机广告 两种二选一 对 现在的这个Aquacure就是这个937的三个数字 用来开发演像 因为我最早包括原始生三代 就像以前打二代一样 把人打地上用刀划是吧 然后这个这次用刀划 这个很容易被扑到的 对 上司起身咬你的概率很高很高很高 背后划 起来以后划他腿 这样他要转过来才能扑你 就来不及 我觉得运辞有点好 暴徒了 这边两个房间先不进去 不着急 因为你格子不够了 而且我这个东西也没拿起 开索铁丝 没拿到 开索工具啊 不是不是铁丝 不是以前的灰心针 真的一个两个灰心针 他们整个整个房间都能开开 整个城市都能开 现在至少稍微专业点 那个开索工具做的还挺像模像样的 这边去拿手枪配件 包括这个要小心点 还有一个娃娃 第三个 对 这个怎么说呢 就是这个流程里面文件和这个保险箱 还有什么武器配件 嗯 怎么娃娃这种东西会收集 但是这里纠结了一下 因为前面有那个丧尸不是爆头了吗 这个跟我计算的不太一样 跟我计算的不太一样 子弹没用完算了扔掉了 你不把 这次你红点那个能直接跟枪组合吗 对对这样就可以 避免不了什么拿下再拿上那个拿进包了以后再组 这样多麻烦 这就是与时俱进 嗯 感染方便 其实这个红点瞄准器还是挺有用 缩圈很快 对这个这个这个强化显著 武器强化部件一共三个每一把枪都是 像这种情况也是 你算的很好吗 这种情况也是 你像以前都要先腾个格子 你要先剪下 然后才组合 太神经病了 好手枪子弹不少 可以打掉一点了 这边呢我们这个那些必要 要剪的收集品算到成就里的东西 还是剪一下其他那些什么弹药粉 子弹多一个少一个无所谓 有一些就不剪了 比如说刚才那个 地铁公司门口的左边一个右边一个 这个 弄堂走到底都是有这个弹药粉我就不要 还有散弹枪子弹 这次取消了强化弹 强化弹 以前是弹药粉合成是有经验的 合成到第七次还是第八次 合出强化弹 强化弹装到散弹枪也就变成强化散弹枪 这个威力还是挺明显的 慢点慢点对吧轻点轻点 我还有一句话 还不及 这就是你最后说的一句话 这个好粗鲁 尼古拉在三代是全程是个反面人物 这次把他的性格刻画 我觉得做的挺好 原版也是有尼古拉杀同伴的 情节 但是如果你选这个支线选的好 也可以遇到卡罗斯杀同伴 还挺有意思 跟尼古拉是不一样的人格 所以说这个卡罗斯还是心存善意 所以扣一下扳机 是的扣一下扳机之前还要狗血一下 而且这个人建模感觉跟新的这个人 还挺有点像 对 瘦瘦的这个 我不想开枪 他妈就开了二十多枪 按了二十几枪 还万一弄 我为什么要在你身上浪费这么多自然 卡罗斯非常厚 幼小的心灵受到了创伤 所以说他一时接受不了夺门而出 死人身上也有个文件 这些文件基本上交代这个UBCS队员的这个身份 基本都是什么 老改犯 死刑汉 被卡表挖出来 秘密挖出来 这以前的这个文件里面也有提到这个UBCS的成员 独白说搞了还以为是这个得到这个超超升了是吧 赚到便宜了结果没想到派来执行这种任务 还不如在监狱里等死好 刚才那个刚才那个电弓的文件很容易遗漏 这个就是告诉你这个变压器是可以电这个敌人 可以控一下 这边也是背景板 高难度下就不一样了对吧 高难度有这个长的这个触手怪给你撩一下 这边是我打生化三元最不愿意打的一个地方 就是这个非常鬼畜的这个变电锁 这里的人通通不杀 因为这个等会进去再出来他们就没了 打了也是白打 ok 这里有第一个包包 第一个包包 不容易不容易 通关以后你是可以在这个特点里面直接买包包的 这里是还有一个对 整体来说这边三弹的游戏 前期游戏太暗 整体太灰 这里的话 如果说你想挑战这个就是全程只吃一个药的话 建议在这里存个档 因为后面这个这个蜘蛛巢穴药无伤实在是有点拼脸 关键的是那个地方让你来一口 那个强制吃一次药 所以说相当于就是全程不能吃药 但是有一定几率会让你再吃一次药 他再给你生猴一下 对吧 那你就堵当了 那就堵当了 对 所以他这边故意给你留了个存当点 这个我也没搞懂 他抱着这个东西死干嘛呢 调查一下可以拿到这个开锁工具 这个开锁工具看上去就很专业 比以前这个这种回形针什么的科学很多 好 打开 这里要打得稳一点的话 你可以这个现在拿到检验前和这个开锁工具 可以回到这个之前探索一番 把那些开不了的全开了 因为后面再回去就追追了 有追追干扰一下你要搜刮就比较麻烦 因为有了钳子和那个开锁工具 所有的地方都可以去了 这个也是做的有点扯了 第一次主角可以受这么大的伤 吃个绿草就好了 前面那个文件也是提示你可以这么干 绿草是神一样的咬 对 这次取消了蓝草嘛 嗯 攀草这个二代加入了这个增加防御力的这样一个功能 不光是解读了 因为三代的话它有闪避了 所以某种程度上就不需要增加防御力 对吧 嗯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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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开开关之前旁边有人还是还是不要硬上 这个开开关之前必须观察一下 包括听一下BGM有没有有没有提升过 有的话还是建议等一下 这里电到不要紧 电到不少许 但是会有一个硬直 这个倒挺好 但是它就是电一下周围的敌人都会轻掉 还是还是挺爽 尤其是这种蜘蛛它基本上是气软怕硬 你可以打死一个周围的就散了 对 只要你瞄准它或者看它 看它打它了 所有的敌人都会都会跑 暂时 暂时 对 本来都想拐进去打 后来看看时间有点来不及 这边拐进去还有棵绿草 想了一下还是不捡 现在格子基本上是满的 还有棵绿草 对 这里走到底还有棵绿草 一共里面两个可以捡的绿草 加上门口外面两个 一共四个绿草 你磕掉一个还有三个 但是这个难度下面被蜘蛛捞一下 还是非常痛的 这不是说牲猴 就是平时在地上捞你一下 还有在天花板上捞你一下 对对对 非常痛 基本上一下就黄Caution 再来一下就红Danger 这边可以拿到一个文件 就是编电锁离第四个 注意它的那个BGM 还是能够有效的防止 听一下这细细索的音效 对对对 比如刚才 不行不行 这里高难度上敌人出来的更快 还是要观察好一会再上 这条路线呢先开那两个 再开这两个 相对难度低一点 但是反过来走呢 这个如果是打这个速攻的话 路线上更顺一点 那样的话难度会更高 这里敌人好多 刚才编一下出来两个 那个如果你带喷子过来 如果你之前去搜刮过一圈 带喷子过来 可以解开那个12秒的程度 最后被撩一下 这边气死我 我撩一下 直接从这个绿变成黄靠圈 开门的时候应该闪一下 就OK了 这边以后就不用不用再来了 对吧 你自信 爽到 这个东西实际上 他没有后面把它做下去 把它做下去就 变电站是吧 或者是刚才那个怪物 我操我不想见你那么喜欢 这里要注意手枪 这个不要 只要不打完就不用上弹 下一集我们会拿到这个 家常弹夹 直接骗子弹补满 那么这一集视频就差不多到这 最后大家对一下这个文档的收集进度 看一下有哪些文档 还有这个各个成就的达成进度 就差不多了 你这个就是准备一周目 能够尽量多探索 对吧 对 收集类的这个成就尽量都拿到 好 那么 差不多就这样 好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下期可能是明年